狠心的父親殺女埋屍案 日前疑似挖出了妹妹的骨骸 但是因為鑑定報告還沒有出爐 所以案情還沒有明朗 但是有人爆料說 曾經親眼看到嫌犯 把小兒子打到沒有呼吸心跳 還不送去醫院 甚至冷冷的說 他們家小孩命都很硬 讓這個目睹的人 擔心嫌犯聲稱 賣掉的小兒子 會不會其實也遭遇不測了 賣掉了 狠心父親對女兒痛向殺手 還有一個兒子聲稱被賣掉 至今下落不明 不過有女子爆料 曾經對嫌犯伸出援手 也親眼看過她 把兒子打到失去 呼吸心跳 2008年 江新女子發現 江新父子三人都睡車上 因為同情心 把房子借給他們住 沒想到卻親眼目睹 江南吸毒後 毆打小兒子 已經沒有氣息 她大喊快送醫 嫌犯卻然冷靜 把兒子帶到浴室沖冷水 CPR急救才恢復心跳 她卻冷冷的說 不用擔心 我家小孩的命都很硬 張新女子從此再沒看到孩子 是由江南寫下兩張感謝字條 謝謝女子好心收留 即使無怨無悔 賠上一條命 也還不清所欠的情 還自稱是粗人 看似誠心誠意 卻從此失去聯絡 江旅待一些孩子 可能已經遇害 親生母親最想知道女兒恩恩的下落 在日前檢警挖出的行李箱 跟部分骨骸 還沒確定就是恩恩 不排除再開挖70處 或讓江姓嫌犯跟現任夜姓妻子 再停上對職 殺女人至今已經第五天案情 言文明朗 辦案人員特地來到龍山寺祭拜 祈求全案能夠早日水落石出 由於犯自白 不能當作唯一證據 僅僅現在希望能找出更多激震 才能將他定罪 而失蹤的小兒子 恐怕還需要更多關鍵線索 借了旅遊先週關鍵台北報導